现在脚踝还有个毛钉 13年做的第一次手术就已经埋下两根钢钉跟毛钉 然后16年才把两根钢钉给取出来 但是毛钉是保留在里面的 大家好,我是谢思叶 我是中国跳水运动员 在本次巴黎奥运会上 我获得男子三名板担任的冠军 因为在我从去年才付出恢复到今年 其实这过程还是蛮艰苦的 因为我要克服我的伤病 我的年龄 我的体能储备等等一系列的问题 都不如年轻的运动员 更有优势的情况下 在这种一直在追赶他们的这种节奏里面 其实对我来说还是比较吃力的 可能我回来到国家队 对于王中元也好 或者是更年轻的运动员也好 他们会感觉有压迫感 但是他们每天训练 又年轻 难度动作又高的时候 我会觉得他们对我来说 也是同样也有压力 但是正因为大家都有这种感受的时候 其实每个人都会更想去超越对方 就我的存在他们想超越 但他们的存在我是想去追赶 就是这么一个循环 我觉得现在他已经长大了 所以他现在承受能力还是蛮强的 因为之前是因为有一些体重啊 技术上啊等等各方面问题所困扰 当然到现在这个阶段 他完全不需要去担心这些问题 所以他也没有说不哭啊或怎么样 其实他自己也很清楚 他不需要去过多关注外界 对于他的一些好像还像个小女孩大家去传 那可能是对于大家对他的一个热爱 但是他对自己的要求还是蛮严格蛮高的 因为确实周杰伦对于我们来说 确实真的是几代人回忆啊 对啊从03年我们那时候用的MP3 到MP4 然后一直到后面现在有这个各种软件的这种音乐条件 都一直在听 所以我觉得我也记得我太太说过 他也是很希望去听这个周杰伦练唱会 要根据自己身体的评估 当然我也是希望自己的职业生涯能更长一些 因为毕竟对于跳水的热爱还是没有放下 如果说真的是到那一天的话 可能会作为一个教练的出现 这么一个角色吧 你一直在看着 没有真的拉到咱们 тем一点 我还不得到